纵观颜值出圈的体育运动员 每一位女孩子的美都是缤纷多彩的 她们可以甜美可爱 也可以英姿萨爽 她们不在困顿于美颜相机之中 可以健壮也可以勇猛 而在高颜值的背后 更是她们敢于为热爱之事业奋斗 那赤诚而热烈的决心 今天篮球人物的主人公 就是凭借出众的颜值 而被外界关注的杨淑宇 但今天我们不聊颜值 我们聊女篮运动员杨淑宇 大家好我是小明 欢迎来到篮球人物 2002年杨淑宇出生在云南的一个体育世家 可与篮球技术出众的姐姐 杨丽维相比 她自小对篮球无感 尽管家族的运动基因与生俱来 小学运动会的跑步金牌也是首到尽来 可学习篮球的真正原因 却是她为了得到小狗的交换条件 2013年 11岁的杨淑宇 才开始正式接触篮球 由于接受正规训练的时间 比同年龄段的孩子要晚 杨淑宇练习篮球的起步难度更大 可与姐姐一样要强的性格 不允许她落后于其他人 14岁那年 杨淑宇遭遇脚伤 在不能训练的日子里 她过得十分煎熬 她说 因为受伤 有一年的时间 未能进行完整的训练 回队里以后感觉跟不上 特别心累 心态很崩 都有一种不想练了的心理状态 而彼时已经入选国家队的姐姐 则在杨淑宇的篮球之路上 扮演了领路人的角色 她将一些动作细节和要领 录程视频全部传授给妹妹 在球队的正常训练结束之后 对妹妹进行秘密特训 用杨淑宇自己的话讲 这就是魔鬼训练 可以正式得益于姐姐的开小灶 和自己的高要求 仅仅用了五年 杨淑宇便代表中国 征战优18亚青赛 并与同年入选东莞新统一队 正式开启自己的职业生涯 而这时的她 还不知道自己将在 中国篮球的历史上 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2020东京奥运会 当三人篮球从街头 正式登上奥运 中国姑娘们在这项运动的新历史上 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杨淑宇用刻骨铭心描述每一场比赛 这简简单单四字背后 有太多令人动容的故事 与五人篮球不同 三人篮球的进攻时间只有12秒 这意味着比赛始终在高强度的攻防转换中进行 快捷奏到着偶然性强 容错率低 正因为如此 这项充满偶然性的新兴项目 仍然处于群雄割据的时代 2012至今举办的六届世界杯里 分别有五个国家 将女子组冠军收入囊中 中国女子三人篮球 也曾在2019年荷兰世界杯上 欺赞全胜 绝杀等定 那是中国篮球的第一个世界冠军 在东京奥运还没有宣布延期的时候 我们一度被认为是东京奥运的夺冠大热 可突如其来的疫情导致奥运会延期 不仅是备战时间的改变 伤病也缠上了这支球队 左膝半月把囊中前叉韧带撕裂 让世界杯的两大核心无缘东京 当初夺冠的成熟阵容 攻防体系需要全部重组 紧急视讯 严令资历地域全部放在一边 入选的唯一口和标准 是国际赛场的竞争力 2002年出生的小将杨树宇和万启元 以及新疆队名将王莉莉脱颖而出 与冠军成员张芷婷 组成了东京奥运征牌阵容 但对于中国队来说 奥运会最大的考验不是强大的对手 而是魔鬼赛程 所有的比赛要在五天的时间里完成 而争夺奖牌的球队 更是需要在五天时间内 打完九至十场比赛 在争夺奖牌 创造历史的奥运之路上 女子三人篮球国家队 将面临很多困难 然而就像三人女兰世界杯FMVP江家音所言 他们并不是孤军奋战 有人来过 有人离开 有的还来不及被认识 便悄悄告别 不变的是我们共同的名字 中国队 不变的是当接过战袍 便踏着同一条征程始终向前 这一路并不孤独 因为背后成千上万的人 众心所向披靡 加油中国队 加油中国女兰 首秀 一切都是陌生 首场比赛当杨树与冲进赛场的时候 她跑到一半 就一回球员通道 这个首次参加奥运的19岁女孩 还没等到现场播报 喊出她的名字 就冲进了赛场 而这正是中国三人篮球的缩影 作为首次进入奥运会的项目 无论是项目本身 还是中国三人篮球的积累 都似乎没有太多经验可言 但没有经验又怎样 我们有的是取胜的决心 千万不要被他们稚嫩的脸庞欺骗 比赛开始后 杨树与变在三分线外 突失冷静 截止利用队友手 递手转球 甘把出手再次命中 虽然只是一名19岁的小将 大家不曾对他有多高的期望 但就像他在出征奥运会前的采访时所言 外界会用一些小将 年轻这样的关键词 但我想说 年轻不代表智能 自己也会全力以赴 全力以赴的中国三人女兰 将对手摁在地上摩擦 最终以20比10 强势拿到小组赛开门后 经过首日比赛的历练 杨树与在第二个比赛日迎来爆发 对阵意大利 把三分线外手挤刀落 持球场入禁区轻松挑拦得分 与队友的里外里配合 打得对手毫无招架之力 此后的两季三分更是直接杀死比赛 凭借着顽强的拼劲和精准的远头 他成为中国队最稳定的外线射手 帮助球队一路高歌猛进 小组赛七战五胜 晋级八强 四分之一决赛 中国队凭借完美的配合和外线手感 轻松拿下小组赛手下败将意大利 半决赛迎战身强力壮的俄罗斯队 小组赛大胜中国队十分的对手 面对战斗民族 我们毫无内线优势可言 用尽全力给足对手身体对抗 也无法将对手的上篮阻挡 拼尽全力的防守 也无法跟上对手的绝对速度 尽管如此 面对强大到几乎无法战胜的对手 我们整场比赛都没有放弃拿下比赛的念头 虽然最后依然14比21不敌对手 但中国三人女篮的姑娘们 用顽强的意志力 达出了令人动容的一战 达出了令人骄傲的中国女篮精神 而这将帮助他们在接下来的铜牌争夺战中 创造历史 对手是实力强大的法国 四名参赛队员的排名都位居世界前十 三名主力更是高居世界前幕 但那又怎么样 我们中国女篮绝不位战先退 开场 法国女篮就展开了贴身肉搏 严防死守之下 双方都难以打开局面 僵持之中 王莉莉果断持球突破 杀入禁区得分 并造成对手犯规 随后中国队又完成一次完美的内外配合 继续拉大比分 但这可是奖牌争夺战 法国队依靠外线三分缩小比分之后 再次提升防守强度 欲强则强 万全孤注一掷的强位 扬属于美妙节奏之下的后撤步中逃武 那坚强防守之下的怒吼更是表现 我们是要拿下比赛的决心 虽然身高体重都不占优 但人间扳手这六块腹肌可不是白脸 而在对手将比分破进到只剩两分之时 杨树赢着对手的分盖 以及三分利刃直插对手心脏 随着法国女篮最后一攻出现失误 中国女篮以16比14 艰难拿下比赛 姑娘们紧紧抱在一起 泪如玉霞 时隔29年 中国篮球终于再次站上了奥运领奖台 在赢下最后一战后 女篮姑娘们拿出一件 准备许久的球衣 上面写着三人篮球 所有集训队员的名字 在东京青海城市公园的这片球场上 他们挂着奖牌 手持球衣和姚明一起合影 而就在每一个值得被记住的名字下面 这群女篮姑娘们还写下了一句话 强国有我们 好一句强国有我们 在竞技体育的最高舞台上 他们用真实的赛场表现 展现女篮精神 那是无论面对什么绝境 都永不放弃的誓言 那是尖调长法 为国出征的决心 那是出征前 在社交媒体写下 顶峰相见 勿忘初心 忘好运的质朴诺言 中国女篮在东京创造历史 但我们的未来 绝不止于这枚铜牌 请不吝点赞订阅